哈囉,歡迎收看公民丁104會考題特輯 這支影片要講解第28題 以下一個題目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先暫停看題目 不然我們就要先開始解囉 首先這裡跟你說了兩件事情 問你哪一個主題是符合他們的 先看AE吧 AE這個選項說是 刑事處罰跟犯罪事件 但是關於刑事的話 你要看到罰金、拘役、圖刑這些才會是刑事 然而在題目裡面說的你並沒有看到 而且做的這些事情也不屬於刑事責任 因此不能選 我們先暫時跳過B 因為還有答案 呵呵 至於C選項 題目說的都不是私人間的契約或者是身份等等糾紛 因此也不能選 諸選項有一點點少陷阱 他都提到了罰款 的確可以讓政府的收入變多 但是這是罰款而不是選項的稅收 是有所差別的 因此也不能選 我們去看看B吧 B說的是用行政處分來處理外部效果 是沒錯的 這邊看到的罰款或罰還 就是行政處分的一種 除此之外 這些行政處分的確是要處理會影響到別人 或者是社會的外部效果 關於這部分 你可以去看看公民丁其他影片的介紹哦 謝謝你的收看 別忘了訂閱公民丁 還有幫我們到粉絲按個讚 如果你需要收官影片複習的話 可以到資訊卡 或者是下面的更多資訊看看哦 公民丁我們再見 拜拜